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考生各位教授好 我是战学过程宋德瑞老师 今天我们要来讲一个申请入学的基本规则 也就是看懂简章以及看懂申请入学 到底是怎么样进行两阶段证实的 好了在影片开始前 还是提醒大家记得订阅我们频道 并且开启追踪小铃铛 固定的追踪我们频道 可以掌握到最新的升学资讯 如果你在考完学测后 有任何的申请入学 或者是书审口试 或者是学习历程的问题 欢迎各位赶快来我们征战进行个别的资讯 好了那我们开始咯 申请入学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两阶段的证实 第一阶段只要看学测成绩 但学测成绩会被看三轮 先减并后倍率再超塞 然后到了第二阶段 学测成绩只会占百分比的一部分 另外我们还会有所谓的二阶证实 包含了面试、数科考试 以及你的审查资料 或者是其他的各式各样的证实项目 那这边就变成了二阶证实的总成绩 所以我们要来看懂整个申请入学的游戏规则 就要先回到简章 申请入学的简章其实就是这一本 那这一本里头有2208个消息 我先从成大会计作为一个范例 让大家能够看懂这个简章到底在写什么 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成大会计的简章 第一眼看到这个简章一定是一脸的萌 完全看不懂 那同学跟家长先不用急 我们先从最左边的资讯栏开始看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成大会计今年的招生名额是19位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注意到的就是他预计真实人数 预计真实人数是57位它是直接写在左边 至于这57是怎么来的呢 各位其实可以简单的做个计算 我们看到右边它有所谓的筛选倍率 它的英文科的筛选倍率是最小倍率3倍 你可以看到数字最小的这个倍率 那我们把3乘以19就会得到57了 这就是57的由来 接着我们往下看可以看到缴交资料截止的时间 以成大会计来说是在113年的5月7号 所以我们的审查资料要在5月7号前准备完成 然后我们看到的是指定项目的正式日期 成大会计是113年的5月17号 那5月17号就是你当天要准备好去面试的时间 那这边要特别提醒的是 当你遇到的校系在指定正式项目的面试日期 只有一天的时候 你就要特别的注意 有没有可能跟别的科系撞期 那以今年的申请入学来说 5月17号、5月18号跟5月19号这三天 算是面试的黄金期 分别有657个系组 919个系组跟679个系组 在这三天要面试 所以大家务必要在申请的自愿选天时 就把这个面试日期要排开 尤其当这个消息只有一天面试的时候 看完了左边的资讯栏 接着我们要来了解申请入学第一阶段 到底是如何的来使用我们的选择成绩 那它使用的方式会经过三轮 分别是检定、倍率跟超赛 好 那我们先来了解什么叫做检定 以成大会计来说它的检定标准就是 国文军标、英文前标、数A军标、数B前标跟社会军标 检定标准是硬指标 你有任何一颗没有达到检定标准 原则上你就不要填这个自愿 否则的话就算其他颗的成绩再高 你也可能被检定标准而卡在这里 就浪费了你的自愿 那所谓的检定标准的武标 顶前均后底这武标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可以用一半一半再一半的方式来理解 首先我们把所有的考生成绩 对半切一半的时候 这时候第50%的这个考生 我们就把它设为军标 那前后各切一半就分别是前标跟后标 它就是25%跟75% 那把前后标再切一半 就分别得到了顶标跟底标 那顶标就是88% 顶标就是12% 这就是武标的由来 所以如果我们要知道113年的武标的成绩 那就要等到2月27号 学测成绩公告的时候 我们才会知道武标分别是几几分 那除此以外呢 少数的学校它会同时设定数A跟数B的检定标准 那同学就会苦恼了 就说我两科都要考吗 其实不然 如果你在少数学校看到了数A 数B 同时设定了检定标准 你只要有其中一科的成绩就可以了 或者应该说你只要其中一科达标准 所以同学不用为了有数A 数B而苦恼 除此以外呢 考生跟家长最常误解的是 我是不是过了这个标 我一接就会通过 我们只能说过了这个标呢 是能够参与一阶筛选的最基本的标准 没有过标的同学是完全进不来的 但是过了标也不代表你就一定有机会能够通过一阶 以成大会计来说 在112年呢 它的检定标准英文也是前标 那前标只要11级分 但是呢 最后在英文三倍的时候通过的标准是13级分 那这时候大家就可以理解了 你英文11级分只是取得了入场券 但真正能通过的分数呢 要高达13级分 而这个三倍到底是几级分 取决于今年度 考生的多寡 以及考生的成绩高低 那这时候也就是我们落点系统最重要的一个功能 因为我们不确知的是 今年的考生到底在面对成大会计呢 是英文高分的人会来 还是英文的高分的人呢 其实有被别的科系吸引 我们不确定 所以我们要去猜今年的成大会计三倍要几分的时候 这手落点系统就可以帮助我们了 那真正的AI大数据的落点系统 是可以让各位掌握到今年的考生 他们实际在自愿选填时候的一个趋势 那进额呢 帮大家去推估今年的每一个倍率 有可能是几分通过 欢迎各位可以赶快到我们的真正落点系统 赶快注册成我们的会员 你可以立即得到一组号 到时候就有更完整的功能可以使用 就像刚刚说的 潜定标准通过只是拿到入场券 而真正能否进去二阶面是呢 是看筛选倍率 而筛选倍率呢 它的规则是从大倍率往小倍率看 我们还是回到成大会计的简章 我们先从大倍率的开始看 成大会计最大倍率是10倍的国音色三科的成绩 那10倍呢 它是要乘以所谓的招生人数 因为它的招生人数是19人 所以10倍就变成190人 这190人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所有申请成大会计的考生 比如说总共有300的人 我们把它的国音色三科成绩 由高到低排列 然后排排站 然后选出第190人 它的国音色成绩是多少 那这个成绩通通可以通过这一塞 好那这时候国音色成绩最好的前190人 依据它的英文成绩一样从高到低排排站 然后呢我们要挑选出英文成绩最好的第57名 那57名它的英文积分 不管是几积分 这个英文积分以上的可以留下来 那一下的就淘汰 那这时候假如英文成绩最好的第57名 它的英文是13积分 那13积分同学是不是都留下来了 14 15也都留下来了 可是这时候人数可能会超过57个人 那怎么办呢 那就要进行超额筛选 可是各位考生跟家长要注意哦 超额筛选并不是所有的考生都必须要去进行超塞 好 英文15积分 英文14积分 都不需要超塞 他们已经可以进入二节证社了 只有英文13积分的这一群考生要依据超塞的规则 再来进行一次筛选 那超塞的规则在哪里呢 我们回到简章 各位可以看到简章这里哦 同积分超额筛选方式 在这一栏呢 他把超额筛选的规则写出来了 成大会计呢 他的超塞的第一个指标就是国英社的几分总和 也就是说英文13积分的这群考生呢 依据他们的国英社三科的几分总和 再一次从高到低排 那这时候呢 假如我们只剩下了这个10个名额可以进入二阶 我们就挑选到第10个人 那他的国英社成绩只要是同分的可以留下来 低于他的就要淘汰 那这时候可能还是会超过57个 怎么办呢 那一样哦 压线的继续超塞 超过的可以进入二阶了 好那压线的就要进行超塞第二轮 那以成大会计来说他就是要看英文成绩 可是我们刚刚其实知道了 就是英文成绩呢 所有的同学都是在最后一塞 就是英文13几分 所以这一塞等于是无效的 他就继续往下一轮看 也就是国文的几分 所以呢这些同学在依照国文成绩排排站 然后如果这时候只剩下两个名额 那就是国文成绩最好的前两个人 一样跟他几分相同的同学可以留下来 低于他的就要淘汰 如果这时候呢留下来的人是三个四个五个 那没有关系 这群人都可以进行二阶真实 这时候就会有超额真实的状态 以上呢就是一般性的 所谓的简定倍率超塞的规则 那这时候呢我还要跟大家补充几个特殊状况 第一个就是阴听 各位可以看到正大英国语文学系的简章 他在简定的时候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项目 叫做阴听A级 那这个时候就是你的阴听成绩要拿出来用啦 在113年申请入学的时候呢 总共有36个校系设定了阴听的简定标准 当然简定有可能是A可能是B或者是C号 所以呢各个同学依据你喜欢的校系先去描一下 他有没有做阴听的简定标准 那除了阴听的简定标准以外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特殊存在叫做APCS 那他通常是用APCS途别 特殊的一个途别 来做他的简定跟倍率的调整 好那我们这边来看到是台大支工系的简章 好这个简章跟刚刚的成大会计就不一样了 他在右上方的时候会有一个APCS筛选方式 那这个APCS呢他又分成了城市设计观念题 以及城市设计实作题 又有简定标准跟筛选倍率哦 所以以这个简章来说 除了学策的简定标准要通过以外 你在APCS的实作和观念题也都要达到四级分以上 那APCS最满就是五级分哦 所以这个标准其实蛮高的 那这个标准以上的同学才可以申请这个科系 但是呢通过简定仅仅只是拿到门票 你真正的挑战呢是要看素A的实作 和APCS的实作的五倍 那所谓的素A实作也就是说你的素A成绩 要在所有来申请的同学前五十年 那除了素A你的成绩要够好以外 你的APCS的实作啊 还要在所有考生的前二十五年哦 也就是五乘五的二十五年哦 所以呢其实呢 这个APCS的成绩最后有可能是四级分 但也有可能是五级分哦 那考生呢有准备APCS有了成绩以后 要挑战台大资工还有城城关卡哦 相较于APCS组 治安组呢他就没有硬性的简定标准 而是会鼓励考生在你的审查资料的时候 提出你具备的这个治安相关的经验 所以对考生而言 治安组呢就是你六个志愿中的其中一个志愿 他不像APCS好像我没有考这个考试 我就不能参加这个准备的申请 但是呢因为你在准备审查资料的时候 还是必须要提供资安的背景或资安的经验 或资安的这个竞赛的这个成绩 所以呢对于要选择资安组的考生呢 可能还是要审慎平补一下 好了你的学测成绩呢被检定倍率超塞看了三轮以后啊 我们终于取得了二阶的门票 但是到了第二阶段你的学测成绩可能就要被放在一旁了 呃有的学校呢采集学测成绩比较高会到50% 有的学校呢甚至学测成绩只占0% 完全不看学测成绩 所以呢各个学校对于学测成绩的采集的比重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呢在二阶珍视的阶段他就会直接显示出来 我们一样回到简章 这时候呢我们改用正大的英国语文学系作为我们的翻译 以正大英文系为例 他的学测成绩占总征选的成绩是50% 而其中呢国文是成为1.5倍英文成为2倍 入逼跟社会还是会成为1倍 所以呢四科的加全是不一样的 但这只占了总成绩的50% 那另外50%是什么呢 就是审查资料20% 询文与翻译比试15% 英语面试15% 但是同学还是要注意哦 他的作文与翻译有检定标准 所以这个比试呢也必须要达到60分以上 你才可以跟其他同学一起做总分上的竞争 那至于审查资料的20% 其实在简章中呢 他有特别的去标注审查资料该怎么准备 简章的中间下方呢 有一个审查资料的一个项目 审查资料的项目呢 里头要包含修课记录A 课程学习成果B 多元表现FN 以及学习历程指数的OPQ 跟其他资料的个人经验反思DR项 刚刚所提到的这些英文代码 其实都可以在简章里头的第20页 找到它对照表 那各位可以直接看我们的画面哦 以正当英文系为例 他要看的就是 A项的修课记录B项的书面报告 F项的高中自主学习计划与成果 以及N项的多元表现重整心得 和OPQ项三个合称的这个学习历程指数 那这边呢就要提醒各位考生家长了 学校既然已经指定了这些项目 我们就必须要在学测后赶快来盘点 这些项目我们有没有 好 书面报告你到底上传了几篇 对不对 自主学习计划与成果你准备好了吗 那NOPQ项必须要补写 那这些补写的内容 我们可以在接下来的时间赶快帮自己呢做一些准备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准备审查资料的时候 其实简章已经提供给我们的资讯了 既然简章都说了 我们不能无动于衷 那这边呢我要补充一个就是考生家长啊 最喜欢问的 就是我那么认真准备二阶真式 我二阶真式的分数 跟我学测的积分到底要怎么换算 我到底二阶分数要怎么样来补强我学测落后的分数 那我这边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换算标准 如果学测成绩占40% 指定项目占60% 所以如果是这种常见的四六配置 我们在二阶的书审面试 如果可以追上五分 其实它已经弥补了你学测相当于四级分的落差 以上呢就是申请入学的基本规则介绍 对于考生和家长来说 希望今天这支影片能够真正帮助到你 真的了解整个流程 跟整个规则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那除此以外也记得帮我点赞跟分享哦 好 那如果各位呢还想了解更多申请入学相关的资讯 我们在学测后其实有办非常多的实体讲座 考生家长可以直接到现场跟我们的顾问师做互动 然后了解到自己在面对申请入学呢 到底还有哪些可以补偿的地方 那除此以外你的学习地层 你的NOPQ这些项目呢 因为在准备二阶的时候一定会用得到 也请各位提早的来跟我们做咨询哦 除此以外呢 申战的落点系统已经帮大家准备好了 绝大部分功能都是免费的 各位可以现在上网搜寻 申战落点或大数据落点 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如果各位愿意注册成为会员的话 我们还会赠送大家一续续号 那这样全部的功能都打开了哦 好啦 在最后呢还是祝福所有考生 今年都可以顺利的金融听力 我们下支一天见哦 拜拜